台縣省道上這間三樓透天措 乍看之下沒什麼特別 但鏡頭一拉開 寬度明顯 和隔壁洞的房子 差了一大截 從房子後面看更誇張 小小一片樹立在地面上 被網友拍照發問 地震來的話 這房子難道不會倒嗎 這裡地震還沒油 油 蛇行 然後這樣 翻來翻去地震也這樣 你如果地震要怎麼做 我早前 有地震來當然要先跑第一 老闆娘說她已經在這裡 做生意幾十年 一樓當店面 二樓還有廚房和臥室 三樓閒置當倉庫 房子空間小歸小 但還是很夠用 屋主表示原本房子有200坪 這麼大道路透寬之後 縮減成剩下10坪 房子寬度也只剩下160公分 從房子後面看 房子寬度只有160公分 薄薄的一片樹立在那 被網友調侃稱作薄片透天措 但其實在高雄的凱旋四路上 也有一棟 好扁 我覺得很有壓迫感 遠看就像一片牆 但其實這裡還有人做生意 老闆說原本上百坪的土地 被徵收後只剩下4.5坪 土地控著不用可惜 蓋了一間扁扁的黃金店面 挑高設計增加空間感 但又薄又窄的紙片屋 還是讓人擔心 會不會有安全疑慮 記者黃世雲 吳國珍 高雄報導